下一部作品的 我现在写了一半了 是讲广东的一个吃货的故事 而且这个吃货可不是一般的吃货 这个你们可以查 在西汉初年 有一个人叫唐蒙 唐朝的唐 蒙古的蒙 这个人是汉朝的使者 当时广东地区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叫南越国 唐蒙呢 来到南越国 吃到了一种东西叫狗酱 枸杞的狗酱油的酱 他觉得这个酱特别好吃 但是发现广东不产狗酱 他就问你们从哪产的 他们告诉说这是珠江上游来的 他就顺着这个地方一路找过去 找到了狗酱的原产地在贵州 结果他就发现了一条 除了武岭之外 从汉朝的领域 进入到南越国的路线 于是后来他就找到汉武帝 修了一条路 然后绕过贵州 派了一支部队 将南越国灭掉 最后将整个梁广地区 收入到中原王朝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广东地区进入到 中国的这个传统范围之内 第一次就是因为一个吃货而引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特别有意思 通过美食来讲述 西汉初年的版图的变化 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所以我决定 我现在正在搞这个创作 希望能够年底 或者明年出来的时候 还能来到这个书展 跟大家讲述这个故事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